刚刚第一个,用e-day 那你也可以用那个date的函数 不过相比较下来让e-day比较简单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a2加1 把这个日期加一天 那因为向下它就会一直抓上面的日期 可是这个会有个问题 因为抓上面的日期 会变成说是变成三月 三月份的日期也会出现 所以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该怎么做比较简单 我先把这个,先把它删掉 当然方法很多 我们比较直觉的想到是什么 如果我产生的这个日期 跟上面这个日期的月份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不要产生 所以这个逻辑的话 第一个,当然我要插入函数 里面用逻辑 那逻辑一辅 如果什么 如果我上面的这个日期 他加了一天之后 的月份不相同 加了一天 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曼时 我习惯用打着好了 曼时,刮虎 然后跟这个a2 刮虎,就是a2是1月 所以回来1 如果不等于,不等于是这样 不等于,小于大于 如果不等于什么呢 如果a2跟那个加了一天之后不相等的话 那我就给他没有东西 那反之的话 那就是a2怎么样 加1就好了 就这样子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尽量 你们在使用公式或使用VBA也是一样 尽量能够越直觉越好 不要说你刻意去把那个东西背下来 如果你刻意背下来的东西 那就是不 我是觉得不OK的东西 尽量就是那个东西你是可以理解 而且可以很直觉 所以就将来 现在写得出来 下一次也写得出来 那是最好的 不要用背的啦 背的东西现在会OK 下一次你就不OK了 按确定之后 要能够 处类旁通 按确定 然后向下 向右看看 其实2月应该就可以 如果2月OK的话 那其他应该OK了 不过呢 当然 3月1号OK了 可是3月2号就不OK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没有加了1 他会发现value 这个仅是错误了 value就是你那个给的词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我如果按照他不出现的话 应该还记得吧 我们之前有用过一个叫什么 ifl 所以把它再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放到哪里呢 放到ifl里面去过滤掉 那过滤的方法就是很简单贴上去 把刚刚的if贴 如果发生错误呢 那就给什么 双引号就好 这样的话呢 其实能不能完成 按确定 然后向下 再向右 你会发现这个就搞定 那如果这个搞定的话 其他应该也可以搞定 所以就把它拖拉到第12个月份 有没有 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用 突发链钢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一OK的 所以看得懂我历史吧 所以分两个阶段 先用if 然后再把这个公式贴到ifl里面 如果发生错误 仅value错误的话 过滤成这个 OK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我如果希望礼拜六礼拜天 变不一样的颜色的话 那我们该用什么方法 当然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我们可以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的话你可以新增规则 不过如果你要设定格式化条件之前 记得 你第一步一定要先把 你要格式化的范围告诉他 那我要格式化的范围 1月1号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有没有 把这个年历全部 当你要选的范围是你要判断的 像这个上面这个栏位名称不用 因为根本不用判断 第二步的话才是新增一个规则 给他 那如果我的规则其实有两个 我们先做礼拜六 如果他是礼拜六的话 那我就给 比如说什么 礼拜六就给什么 黄额绿底蓝色 绿底绿色之类的 等等的 那怎么做 特别重要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上面他给你几种类型 这个是不是 最大值最小的一坑 这个吗 他的值介于大于 好像也不是 因为我们主要是什么 要判断是不是礼拜六 或者礼拜天 那如果要判断的话呢 这上面这些都不OK 只有最下面都OK 公式 那公式实际上他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有点类似 他可以拿这边的东西 拿来这边用 但是 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他没有办法 让你插入函数 也就是说你要自己打 也就是你如果 不太 你可能要自己先做练习 OK就把它拿过来用 那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特别重要 如果你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第一个你要在这边打个公式 等于 一样是等于 那公式的话用哪个函数呢 week day 刚刚不是用过 瓜糊 然后你要告诉他哪一个储存格 不过特别注意 我们选了一大堆这个范围 你只要跟他讲说 哪一个是起始的储存格就可以了 OK 比如说我今天有这么多个 那你只要告诉他 起始储存格是这个A2 其他不用 因为意思是说 你从这边开始帮我找 他就是A2 然后B2 一个一个帮你拿到这边判断 所以我先给他一个A2 其他的话 他就会按照 你选的范围选这么多 你的开始 这个意思应该是 你从哪个程度开始 帮你做判断 那如果这个A2里面等于多少 礼拜六 礼拜六应该多少 等于一个数字吗 礼拜一 礼拜天是一吗 礼拜六应该是七 OK 而且这边需要注意一下打法 等号在这里 后面这个也要 比较麻烦 可能同学会 容易记错就是 会以为是不是写错 不是 他一定是两个等于 前面这个等于是丢回去结果 给格式 触还是false 后面是他要判断出来的结果 产生的结果 所以后面这个是逻辑 丢回去是true force 如果他为true的时候 做什么 true的话 这个如果是礼拜六的话 格式 我做 比如说我可以 绿色的 深绿色的字好了 填满的话 用浅绿色的底 OK 你不一定一样 你可以自己找 没关系 好 这样按去 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公司先复制一下 为什么 因为还有礼拜一天 所以按确定 不过一次只能做一个 按确定 有没有发现 礼拜六 礼拜天的话就再一次 新增规则 切到记得这个 使用公司来决定格式化 哪些储存 特别说这个很重要 因为设定格式化条件 如果你不会用公司的话 很多东西做不出来 有没有 很多东西其实上面都做不出来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样把它贴上去 所以刚刚把它改成 改成礼拜天的话 是第一天 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那我们就把 那个他的底色改黄的 字改成红的 反正就比较简单的一个 礼拜天的格式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我们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一整年 礼拜六礼拜天 就很清楚的被标示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两个重点 第一个 A2加1 逻辑判断 加以菲尔过滤错误 二的话呢 利用什么 记得哦 设定格式化条件之前 请你先Ctrl-Shift向右 向下 先跟他讲 你要格式化的范围 在这里 再去做新增规则的时候 用公式来决定 公式的话 记得 这个可能就是要稍微记一下 不能打错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